新美市立三支幼儿园为了让孩子们认识家乡的文化 师生发想一起筹备了一场超萌的戏剧演出 据名为妈呀组什么团饭团天团演绎妈祖的故事 与三支的信仰中心浮沉宫来结合 让孩子们正视家乡的重要文化信仰了解妈祖的故事 今天的活动呢刚好是小朋友课程的主题浮沉宫 那小朋友在这个主题刚开始的时候呢 以为浮沉宫就是一个拜拜的地方 那老师呢借由引导发想 那还有加上小片的兴趣 就发现浮沉宫呢其实有很多建筑是非常美丽的 还有里面的文物他们也很有兴趣 加上呢他们对就是神仙背后的故事 就是妈祖年团背后的故事呢有很大的兴趣 所以呢就借由发创故事 然后呢师生共同讨论 去营造这个课程的主题的出现 以往幼儿园的孩子对于浮沉宫其实并不陌生 不过多数都以为只是拜拜祈福的地方 透过这个戏剧的筹备引导 孩子们也发现妈祖庙建筑物之美 还有对于文物也是相当感兴趣 然后师生讨论发创故事 开启了这样的计划可乘 小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语言能力增强了 然后呢也非常的有自信展现自己的能力 那我们觉得他们跟浮沉宫呢有做一个连结 然后呢能够利用这样的仇神性演给妈祖看 那除了结合在地的文化之外呢 也能够让他们对于所生所长的土地呢 有一些感情跟连结 在浮沉宫前搭起了细棚放棋剪辑好的影片 犹如重要节日仇神活动的呈现方式 吸引不少家长与街坊邻居的目光 最后孩子们还加码装扮演出 蒙翻了现场的观众 而三支幼儿园也期待借由这一系列的主题课程 让孩子对于家乡有更深的连结与文化的认识 季教评和三支采访报道